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出差 你还是明天再问他吧 今天出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近股市不错 有没有超过啊 没有 你呢 我上年啊 也投了小一百万 赶在十倍的 哎 怪我太年轻了 有几十啊 没有收手 亏了几十万 几十万 那再过二十年我就破产了 喂 王叔 股市有风险啊 赶快把收购苹果的股票都抛了 假如你有是个有钱人 竹子 怎么还没到 这黄山野岭呢 你们家可真不选地方 就快到了 你看 就在那个岛上 这小岛一定很贵吧 我爸觉得这个湖很漂亮 岛是自己家田的 蛤 喂 竹子 你送我这关了一道 气死我了 竹子干嘛呢 我喷气啊 你们有钱人有没有脑子 报个保险不就行了吗 偷报的保险公司是我们家开的 我不是想给我们家省钱吗 大佐 我今天上衣怎么样 跟你车颜色一样 显得太严肃了 哼 你也这么说 大佐 看看我上午从三四年买的新车 是不是我的这身衣服比较大 哎哟 你妈 我太难了 咱们明天混车探望老人 一边开小车就行了 这个太高调了 嗯 知道了 大佐 这个车够像吗 哎哟 你妈 算了 算了 给你买东西带了吗 带了 在后备箱呢 这个LV的编织袋就不要用了吧 好吧 我明白了 你看这个可以吗 这个不错 哎哟 你妈 哎哟 你妈 我一直告诉竹子 九千人要低调 在我教育下 他终于自己来买菜做饭了 现在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教育成果 好了吗 哎哟 你妈 哈哈哈 看到了没 九千人生活 就是不低调 哎 我还没上车吗 哎 我还没上车吗 哎 我还没上车吗 哈哈哈 哈哈哈